第1批简约公屋即日起接受申请 4400个单位分别位于牛头角和元朗 不少申请者都是通访户 沦后公屋当年 都希望偏配到市区单位 房委会上个礼拜向沦后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人士 寄出申请表 接受申请第一日 全日都有不少人到落户房委会总部交表 有申请者和两个女儿 轮候了公屋将近十年 我们始终闻住了很多年了 我始终十年都没批准过 旁边有事 打开门都吵了 想睡得点都没有 发现公屋 这样子就很不方便了 在住那些通访 加上我的身体 患有那些严重的口喘 住到几次远 我这里扶屋次申请过两次 我住通宝 所以子女和经济的问题 六七年了 里面都有蟑螂 有很多东西 环境很差 首批简玉公屋最快春年第一季入伙 超过4400个单位 2150个位于元朗游博路 月租由740至1420元 牛头角彩兴路就有2290个单位 租金较高 要1110至2650元 不少申请者仍然想住在市区 如果你在元朗 你走出地铁或者坐车 都要15至20分钟 因为我女儿 刚刚读中学一年班 便去元朗上学很远 没办法 偏配将会采取计分制 选择非市区可以获加30分 同时选择市区和非市区可以获加15分 而只是选择市区就不会获得加分 至于住在劏房有特殊健康状况 或者家庭成员里面有长者和小童 也都可以获得加分 房屋局说即日起至下个月15号提交的申请 可以获优先处理 下个月26号中午截止 无线电视记者刘卫宜报道 简约公屋的土地使用期是5年 是如何计算 当局回复说普遍在扣除建筑期之后 有大约5年时间使用 认为住户入住期间应该可以获偏配公屋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如果项目完结之后 那时居民都还未上到公屋 当局应该妥善干涉 简约公屋的申请条款列明 当项目因为发展规划结束营运 业主或者政府需要收回土地 无论住户是否获得偏配到传统公屋 都必须迁出和交回单位 自行安排居所 现在公屋的一般申请者 平均轮后时间是5.7年 居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 可能到租约完结都未能上楼 要回到不息切的居所 无得担心这么多东西 这些政策的东西 无得自己个人要求 他的规矩是这样 我们就跟规矩做事 到时没办法 到时找房子 自己找房子住 无得选择 那时就自己解决 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认为 政府加入有关条款 只是为了避免日后出现争拗 提供法理依据 认为当局最终一定会安置好居民 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土地 所以应该可以再延长久一点点 当然发展商那里 我相信政府会再跟他谈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 如果简约公屋的项目结束了 能不能在附近有些项目去做接收 我们都认为政府有这样的责任去帮忙 我们绝对不希望居民从劏房搬去简约公屋之后 最后要回到劏房居住 启德世运道的简约公屋项目 提供大约10700个单位 当局曾经说五年使用期不会延长 陈鹤峰认为当局应该偏配 有机会较快上公屋的申请人入住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多区星期日凌晨有电压罩降 中电说已经在高风险位置 安装被雷设施 未来会陆续加装 对电费的影响不大 日立法会议员不接受中电拿天气 做供电不稳的原因 中电在今年的头半年 发生至少7宗大型电力事故 星期日凌晨多区出现电压罩降 转载山奉转软停电超过1小时 中电归咎近年亦端天气越吹频密 加上有不同的道路工程开展 对供电系统挑战越来越大 短期会透过加强巡查 以及增加人手以加快伏电 我们希望透过我刚才一些手段 去尽量减低事故发生的机会 如果真的有电压罩降出现的话 如果它可以第一时间安排一些电工 去到现场做一个抢收 或者做一个伏电 我相信停电时间可以大幅度减低 至于中期会加装被雷器 预料两至三年内完成 又说本身已经有预算做定期检测更新 相信连串的措施不会对电费影响大 以往已经认定了一些高风险 其实我们已经完全安装了 不过希望未来那段时间 我们针对其他情况都会做一个安装 在一些新发展区 基本上现在我们的目标 是100%用一些地底电纜的配置 如果因为以往有一些交通线路 去有一些外来物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的机会 基本上是一些新发展区应该不存在 有立法会议员不接受中电 以极端天气作为供电不稳的理由 中电有责任准备应对各种风险 刚刚这一次就说跟雷布有关 但是早前其实不多久之前 就说是跟火警有关 是跟变压站的火警有关 就是说不同的成因 都会有机会影响到电压罩缸 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头痛衣头脚痛衣脚 去因应不同的原因 导致电力罩缸 我们都应该有预警 他又认为政府应该公布相关成本的数据 确定两电有用足够的资源 维护好设备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机管局说机场所有航班资料显示屏 今天运作正常 由旅客说不担心行程瘦了 有医员说机管局昨天的后备系统 也都出了问题要求检视 赵造机场离境大堂显示屏正常运作 准备出发的旅客如常看屏幕了解即时的航班资讯 自助办理登机手续柜台亦都正常 旅客又有没有担心在有突发事件提早去机场呢 航空公司也有被电邀我 都知道闭口在哪里 所以应该OK所以就没有特别提早 不太害怕我觉得机场应该都OK的 即去那些处便应该OK的 平时都是提早三个几钟左右 所以差不多 正常这些情况都没理由故障那么久 是相信香港机场的 机场的航班资料显示系统 星期日早早7点开始故障 职员要手写登机闸口和拿行李等资料 有旅客因为未及时得适登机闸口 未能登上航班 机场职员也都要人手点算行李的数量 去到下午才陆续恢复正常 机管局解释是网络系统出现部分以上 暂时不涉及黑客攻击或写人为失误 也都已经即时启用后备系统 那为什么启动了后备系统仍然要用白板手写资料呢 我们叫港铁他们的后备系统 就是当一个正常系统有问题 它都可以转去一个一模一样的系统去运作 后备系统里面有一些缺陷是做不到 有关投射以至它是需要在最核心的系统里面 拿回一些资料出来投射的 所以可以看到后备系统似乎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希望机管局方面是检视一下 看看有没有地方是需要更新和改善 未来三跑我相信整个系统又会再进一步复杂 接触的飞机航班的次数也会多了 有机管局董事会成员说会跟进 当我们做检视检测系统的时候 都要将这个安全元素提到最高级别的了 就是说得不好听 就是要防着有人黑客来破坏我们的了 这次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表示以后没有的 还有在地缘政治升级的情况下 也都是难保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有的 他有建议机管局主动联络受影响的旅客 承担行程延误的费用 毛鲜事记者一流做不到 任马地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一个55岁男工人怀疑遭到金属水管摘中头 最终不治 工业商忘权益会说 因为调混或者冠运宠物致死的工业意外频生 期望劳工处加紧监管和巡查 事发之后 部分场大约20尺的金属水管散落在地上 有工人协助警方调查 现场在大角咀海辉道38号 新油麻地公众货物装社区 据了解事发在下午2点多 事主当时只是将一批金属水管 由一辆货车调运至另一辆货车 水管突然有高处堕下击中事主 他头部流血脚部骨折当场昏迷 送往广华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 案件交由由麻地警区跟进 据工业商忘权益会了解 55岁的事主已经入职几年 在家里面的经济支柱 太太是家庭主婦 欲有一个正是读中学的儿子 意外的成因仍然有待调查 要确保工人站在安全的位置 如果真的不幸有一些物件 跌下来都能够避过 当然实际上是否牵涉到 有些东西扎不稳 这个工序就在厂里负责 那边要确保扎稳 当然运送期间都有机会 是否移动过 或者磨损了东西 令到调整断 这个真的要再作研究 他又说今年的头半年 已经录得5宗 因为调运 或者搬运寵物致死的工业意外 相比去年全年只录得1宗 又大幅增加 期望劳工处加紧监管和巡查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导 《无线电视》 Gather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